沒廣告其實也算差勁 因為沒廣告的話沒有獲利 你會發現這樣的一個網站 它到底怎麼獲利呢 其實好像上面也都沒廣告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獲利空間 那會有個隱憂就是說 它如果哪一天突然倒掉的話 那你也找不到人 我是蠻喜歡這個網站 主要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 網址切上之後的話 它底下有一個就是可以自訂網址的功能 所以這個自訂網址後面我只要輸入我想要 產生的那個短網址的名稱的話 那相對就簡單了 因為好氣嘛 所以我們上課的網址 蠻好記得 我這裡取了一個樣子gg.gg 後面因為我們是雲端嘛 所以我就叫cloud to ever 那這樣的網址以後就很直覺 那跟原來的網址比的話當然短太多了 Enter的話直接就可以進了 這樣的話其實 那原來的網址這麼長一串 如果 不轉子的話當然記不起來 轉子的話最好是好氣 可是其他的轉子服務 似乎沒有這個功能 可以制定 制定你的後面的那個名稱 我是沒試過用中文 中文不知道可不可以 那一般的網址部分 不太會用中文 但是我不確定他能不能用中文 另外的話他還有一個login login的話他會怎麼樣 他會把 你曾經 建立過的那個短網址也都建立起來 可是其他的那個縮短網址的服務好像都沒有 你建了之後有沒有 他好像都不會幫你 記下來 所以你產生哪一些 短網址 你將來要查其實也不好查啦 所以 這個是區區點區區的優點 但是我是還蠻擔心說他將來會不會就 就不欠了 OK所以我還是 勢必要找一個備員 然後一似乎了我就找一下 我在想說到底有沒有短網址的網站 他又可以 具備有這個 制定網址的 功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又可以login 他又可以 登錄之後的話 讓我知道說我曾經建立過的那個 網址有哪一些 所以其實我login的話 我覺得 這還蠻好的 你登錄之後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看到 你每個連結的點擊次數 他還會有個清單 我覺得這超好的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費用部分 裡面有沒有廣告 他耳報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的 Email信箱寄一下 如果哪一天 他有一個 聯絡的表單 聯絡的表單 不過表單也非常簡單 Email跟Message 這個網站真的是簡單到一個不行 所以後來我就找了一下 我是又找到另外一個 我覺得好像 是可以替代的 他的好處就是說 又可以 制定網址 又可以 登錄 帳號 後來我找到一個網站 他其實具備有這個功能 他的網址也不難記 叫 Tiny UI 所以網址就是TinyUI 所以以後 假如那個 GG.gg那個網站 如果 真的就GG的話 那你 就可以改一下 後面斜線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cloud 一樣 cloud 這個網址 Enter一下 其實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以後至少 角兔要 三窟 目前有兩個 有沒有 所以你多幾個地方 假設呢 將來 如果連結不到的話 我們還可以 改成TinyUI 不過可能要記一下 前面可能要記一下 當然如果以那個網址的 好記程度應該是沒有GG.gg 這麼好記 不過應該也不難記 TinyUI 就說了網址 有沒有 英文嘛 UIL就網址 然後點.com 只是說它是一個 點.com的話 理論上就是 一個 算是 銀利的 一個網站 還好啦 當然如果你看到 銀利你說 這個是賺錢的 不過我是覺得反而 這個網站是賺錢 至少它會繼續 營運下去 比較不會倒 反而是那種 完全沒有 銀利的話 那很麻煩 因為它沒有獲利 那它憑什麼去經營那個網站呢 因為它沒有獲利嘛 所以它 就是變成說有點像佛心的事業嘛 OK 那你另外的話呢 像這個 這個UI我剛剛講 它就是我剛剛 提到的 第一個 如果我要縮短網址的話 我可以把網址 這個 上面的 我要分享的 或者你可以從這邊共用 有沒有 複製連結嘛 你把這個複製連結 貼到這個縮短網址的地方 然後呢 你可以這個 去制定你的 連結 所以你可以在後面 假設加這個 Cloud to app 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縮短了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縮短了 所以這個名稱如果 應該已經存在了 所以它會跟我講說這個名稱應該存在 Not available 不能用這一個 所以你可能要用別的 假設換一個 比如2023 我後面加一個數字 2023 再把它 修成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又得到 它又得到一個縮短的網址 那縮短網址之後 我覺得它蠻貼心的 除了說它可以 制定名稱 另外的話 它也可以 登入帳號 基本上已經符合 GG.GG兩個要件 另外的話 它也可以直接產生 Qrcode 有沒有 Qrcode直接點擊 看你是要直接按右鍵複製 還是另存新檔 或者是說你 直接存成其他的 土檔格式 TNQ 其實都可以 所以其實基本上 以這個 縮短網址的網站來看 應該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所以如果之後 假如你們要找那個縮短網址 我還蠻推薦這個網站的 而且基本上 這個TinyUI 它已經出來很久了 不是說最近才出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 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 將來如果你要繳交作業的時候 會需要有那個縮短網址 這部分 其他的話 就是說我只是希望說 各位可以去 利用那個在地想導 因為這個在地想導 我是覺得可以 等於是有點遊戲 有玩遊戲的概念 然後呢 你在剛開始的分數 讓我知道一下 你之後 慢慢累積分數 那因為 我是蠻喜歡 就是到處旅行 到處跑 比如說有哪些新的 一些 景點 那我就 會很想說 找個時間去把它走走看 像最近好像 這個中壢的捷運 好像那個 機場捷運好像又延伸了一站 那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 那一站的話 也就很想要再去坐坐看 不過後來我發現 要坐到那邊 還離那個中壢車站還有一點距離 好像還有一公里多 你如果走路的話 好像要走個10分鐘吧 那我本來想說 騎個U-by過去 不過後來我發現 因為那個車站 可能是剛弄好 他好像外面沒有U-by站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 騎到他的下一站 那個環北站 環北站那個門口 就有U-by站 我就試著 到那邊看看 我發現其實做得還蠻不錯 只是說好像 利用的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啦 可能是因為不太像那個台北 他還可以 換線 那你能換線 頂多是坐到那個 台北火車 台北火車站 才能換線 那 不過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發現 如果從那個 環北站 假設要真的坐普通車 坐到台北火車站 那真的好久 至少好像要一個半小時吧 那真的 比坐火車還要慢太多了 但至少啦 體驗一下 感覺還蠻好 所以 後來我就改了一個 改了一個方式 因為慢車太慢了 所以我就直接 先坐到那個 第二行下 再從第二行下 坐那個直達車 感覺還蠻不錯 直達車就快很多了 直接就到台北火車站 再去換別的車 OK 另外的話 使用Google地圖的功能 了解一下 大概使用的一個狀況 反正你就熟悉它啦 我是覺得 導航 甚至其他當然我有搭配其他的App 像 比如說要查那個 就是桃園的那個 桃捷的 這個 時刻表 我也要查一下 不過我發現 好像目前App做的都不是很成熟 另外我抓了一個App 好像裡面還有介紹一些 桃園的景點 所以這個當然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試試看 所以這邊會有作業 然後最後的話 從這個使用心得讓我知道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Google 就是雲端 雲端上面的話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那其實看了一下 目前應用的最廣泛 其實還是Google的雲端硬碟 目前使用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上面用到 機會其實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說製作表單 製作文件 然後還有試算表 那其中的話呢 我發現 目前業界用的比較多的 還是 跟那個試算表有關 因為畢竟呢 我們要處理資料的統計分析的話 大部分 好像還是利用Google 試算表的機率蠻大的 另外的話有一些公司 他們 為了要省錢 所以 就會跟員工講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 買這個 Excel的 版權 那我們乾脆改用 Google試算表 也就是說 假設給各位一個 這個 情境 就是將來你可能到的公司 他居然沒有Excel 然後老闆跟你講說 我們沒有Excel 但是有Google試算表 那可不可以 請你將來作業 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就改用那個 試算表來完成 相關的作業 當然 應該是沒有太大困難 不過 可能你會遇到一些 以前你可能在Excel裡面 覺得很簡單的事情 突然間 在Google試算表上面居然沒有 這個功能 OK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啦 反正轉個彎不就OK了 而且你會發現 Google試算表 他有一些優點 其實是Excel沒有的 包含什麼呢 畢竟他在雲端 所以他其實任何裝置 只要瀏覽器上面 其實都可以打得開 看到內容其實都一樣 所以他等於不會挑說 你會用哪一台電腦 只要那個裝置上面可以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任何地方呢 其實都可以存取 當然了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 用Google試算表來取代Excel的話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當然我們大一的時候有那個 Excel的課程 那我們用到很多的範例 所以我就在想說 乾脆拿各位 以前做過的 範例 那我把它改一個地方 比如說我把它改到 這個Google試算表裡面 來試做看看 看看結果你能不能把那個 以前在Excel裡面很方便的 動作 把它 換個地方你也能夠做出來 所以呢我已經把那個 就是 我們在 大一的時候 做的練習的那個 範例檔 我也把它上傳到 我的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找一下 在 剛剛提到的那個網址裡面 區區點區區 斜線 cloud to app 的第一個單元 叫雲端應用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的話 裡面當然 我已經把它全部傳上去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個都是一個一個的 Excel Excel的試算表 那如果你要拿來用的話 要怎麼做比較簡單呢 因為如果你把它打開 你在上面做練習的話 這個變成是 我的檔 這個變成我的檔案 那我共用給你用 所以如果你要變成你的檔案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啦 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一樣先把那個 這個部分先把它 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到雲端硬碟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我希望拿那個Google試算表 來取代Excel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